我覺得面對戰爭 台灣還沒有準備好 而且是非常的沒有準備好 我覺得就是從我做起 從我做起 我是文約瑟 目前呢 從事這個業餘的解放軍公開情報的研究 中國有一個還蠻大的一個軍事雜誌叫做 建船知識 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如果要做一份像這樣子的一個解放軍的分布圖的話 是可以進行的一件事情 這個想法一直到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 才真正實行 我原本打算要開畢業音樂會 那疫情的話就被迫取消這樣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在一個等待畢業的一個狀態 起心動電想說 不然我來把解放軍的空軍機場來標一標 因為時間也多嘛 然後就越標越多 然後一直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他現在的狀態是每天更新 類似於資料庫的一個概念 我初衷的時候 是自己在網路上會看一些簡體字的小說 那個時候就覺得簡體字還蠻酷的這樣 那個時候並不討厭 覺得統一不同一就是 和我無關這樣子 統一了我也無所謂這樣子 我覺得雨場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就有慢慢在思考 關於這個國族意識的這個問題 就是從最簡單的開始 比如說機場啊 軍港啊 然後就開始很漫長的去查期刊論文 那個時候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公開的 有發布過的這個解放軍的相關地點 先標上去再說 中共官媒是一個很不錯 而且很穩定的諮詢來源 他會固定的產出畫面給你 但是我那個時候還不知道我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公開情報 我用一個比較不好的比喻好了 網路上不是有發生過那種私生犯嗎 然後呢 又去他家附近這個蹲點 看他回家時間都是幾點幾分啊 這種啊 你把你今天把這個 他騷擾的這個對象 換成解放軍 那你是不是可以收集到很多有用的資訊 你每一天都要看這個中共的官媒報導啊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人嘛 去分析出一個規律 或者是一個現象 世界上大部分公開情報的這個工作者 都是在推特上面有活動 上次不是發生有這個 加薩醫院被炸的事情嗎 那個時候大家在爭論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到底是哈馬斯炸的 還是以色列軍方 那個時候他們就利用公開情報來證實 就是是哈馬斯的這個火箭 然後他失去動力 然後他掉下來這樣 國外的公開情報社群呢 會整了很多公開情報的研究 烏爾戰爭的地圖 他給我很多做法上面的啟發這樣子 當然以色列和哈馬斯也是一樣 我覺得面對戰爭喔 台灣還沒有準備好 而且是非常的沒有準備好 我覺得就是從我做起這樣 從我做起 公開情報的能發揮的價值是這麼大 希望台灣有自己的這個 對這個中共或是解放軍的這個公開情報啊 的這個社群 在有限的時空裡過無限廣大的日子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作為公開情報的這個研究者呢 我們做的是非常有價值的事情 常常發生一種事就是 譬如說今天收集到一個資訊 看起來沒有什麼用 一兩年之後 價值就慢慢浮現 舞遮燦 那 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